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 韩国网友啊,手挫附线LK99啊,还在继续吸引大家的目光 毕竟啊,这和大多数中国网友手挫LK99不同 中国网友啊,在Bilibili和抖音上啊,都是在实验室里边啊 有相关专业的博士背景学历的专业研究人员在做 而这位韩国网友啊,干脆是在家里边 今天啊,我们又看到了他家里边的两个成员 两只喵心儿,看起来呢,俩猫对他家主人的这个种种反常行为已经习惯了 他竟然不害怕,好吧 我得承认啊,这个斑驳的桌面啊,很有生活气息 增加了在家里复现的这种吸引力 这一天来呢,他又更新了七个视频 有多个视频观看量超过两万次 订阅人数啊,也到了2720人 那这是截止到首尔时间2023年9月21号上午10点的数据 所以恭喜这位YouTuber啊,成长迅速,确实令人羡慕 那我视频下里边也有人评论啊 说老宋,你也烧一炉丹吧 保证粉丝暴涨 说到我的心里痒痒啊 要是这个海西密研究所出现之前啊 我还真没办法玩 没办法,因为思路啊,被禁锢了 虽然这个真开矮呆博士呢,给了一个新的合成线路 那也需要炉子吧 但是这位韩国网友的汉腔啊 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抽空看了一下淘宝上氧气汉腔的这个价格 小型的啊,人民币300元就够了 然后其他的化合物啊,粉末啊,也都有 都不贵啊 但是好像呢,纯度啊,都有问题 比如我看了一个氧化铅的粉末商品啊 成分里边标注铁的含量的是0.01% 这算是万分之一 算是衡量铁吧 所以其他的原材料可能也有铁杂质 这样最终啊,会是不是超过万分之五的啊 这可真是衡量铁是吧 所以绝大多数个人合成啊 买的这种非试剂水平的原材料 很难避免铁元素的干扰 然后这个后面这个铁字性啊 留下伏笔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这位韩国网友的原材料啊 它是否够纯 但是北京K大学那个郑凯呆博士啊 他的合成呢 可以确定材料中是没有铁和硫酸根的 但是你说 拿着氧气焊枪啊 是吧 在家里边 对着干锅加热 我怎么觉得心里也不踏实 那等等吧 等哪天外出这个录音烧烤的时候呢 看看能不能顺手 咱也现场直别 私人 手挫 LK99给大家看看 对了 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我中文字幕里边啊 竟然出现一些 韩文或者英文的单词 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因为字幕翻译软件啊 它总是翻译错 所以我只能在中文里边提前改掉 比如像什么金博士 全教授 你要是不在中文字幕里这么写 英文翻译就翻译成 Dr.金了 骇拼音的金 那其他语言的朋友就看不懂了啊 所以我现在一般是上传简中 繁中 英文 日文 韩文 德文啊 这六种字幕 有时间呢 也会加上什么西班牙 葡萄牙 俄文 泰文 印尼语 波斯语和印第语 那个太费劲 费功夫 我给其他做YouTube的朋友啊 提个醒 你要是做多语言字幕的 一定要把中文字幕尖叫 然后其他的字幕才能勉强翻译的 能看懂 如果是直接识别出来的这种口语化的字幕啊 翻译出来的没法看啊 啊 我们回到这个 海星念眼沟索的视频上 他在用这个万用表啊 在测视频 那么可以看到啊 他要测量了其他的样品的视频 你看他还测了这个圆盘的电阻 在测着圆盘电阻还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次介绍这个圆盘的时候啊 一直以为他用氧气烧制的 感觉工艺水平不错呀 这个烧的这么圆 今天再看清楚了啊 他是把样品融化在一个金属物品上 那这个金属物品看起来呢 像是某种钢 如果是铁的话呢 铁丝性又不像啊 你看他也测了这个烧融在金属圆盘上的这个电阻 有的呢 依然是零电阻 听见零电阻的那个那个警报了 是吧 有的那是半导体或者聚员体 可见啊 这个原版上的物体还是很杂的物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摇滚版的手挫RK99 这个是他从 这个是他从这个样品中啊 挑选啊 这个合成物质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 这个视频很长 标题也很有意思 他说呢 这个 把自己啊 已经烧出来的样品呢 命名为HSM-REK了 这个名字倒是很霸气啊 不错 他拿这个气罐加热是干嘛呢 加热是有助于铁丝性被发现吗 他这个标题呢 是说 我测出你想要的铁粉了 可以看出啊 那两只猫啊 在群寻 在疑惑 不知道这个 禅士官又在犯什么傻 哎呦 我这心疼这桌面两秒钟啊 直接放桌上了 然后呢 他就拿磁铁锡 看哪个呢 能不能锡住 都锡起来了 后边啊 还有几个视频 也是在测试这个铁丝性的物品 可以看出来啊 还是很有兴趣的 后面评论也很有意思 有的说呢 在赞扬这个海西面研究所啊 说比如什么李时培 你牛逼 你你你出来 你倒露过面啊 我保证不打死你是吧 有的说呢 韩国呀 应该把这个海西面研究所保护起来 看来中韩网友在这个吃瓜上都很相似啊 有一个评论也很有代表性 说今天啊 过得很开心 然后每次看视频呢 我总会有几十分钟的空白 现实中很难理解 每次的关键在哪里 如何使用这些材料 我为无数的努力喝采 真是太棒了 这是翻译的啊 然后这个海西面研究所还做了答复 他说事实上啊 有时候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也感觉自己在做梦 他对磁力有反应 在某个时候呢 他停止了反应 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不知道 但这个就像是量子问题吗 就是这样的感受 我在想 这是什么 我刚刚是做了一个梦吗 我要疯了 好吧 看来这位韩国网友 海西面研究所呀 目前在首措LK99上是玩的正嗨啊 希望他不要迷失自己啊 毕竟掏金 那掏出来的可是真金啊 他的本质工作 刚才啊 我们看到不少这个铁磁性的这个展示啊 呃 我们前面说过啊 如果能排除原材料中的铁涅菇元素 那些非铁磁性元素的过渡性元素 是如何产生铁磁性的呢 比如像铜是吧 还有铅 首先啊 我们需要理解呢 什么是铁磁性啊 呃 铁磁性呢 就是某些材料中啊 在没有外部磁场的情况下 仍具有磁性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这种性质呢 是有材料中的原子或者离子 具有磁聚 哎 并且这些磁聚呢 在材料中呢 它有序排列所致 最为人我们所熟知的呢 就是自然铁磁性材料 像铁钩和镍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 过渡元素啊 过渡元素就是元素周期表中啊 这些元素啊 他们的最外电子层中的电子数量的逐渐增加 并且这些电子的一般是填充在靠近最外层的内层中 过渡元素的一个重要特性呢 就是他们可以形成不同的氧化态 这是因为呢 最外电子层和靠近最外层的内层中的电子呀 可以被移除 形成这个正离子 产生铁磁性的物质呢 就是在分子级别展示有强磁性的物质 这类物质的磁性啊 来自于它没有配对的电子 在铁磁性材料中呢 原子的磁聚被排列成为微观上的磁域 而这些磁域呢 在没有外磁场的情况下 都是随机排列的 然而啊 那经过外部磁场的时候呢 这些磁域呢 就会重新排列 以对其余外部的磁场 这就是铁磁性的来源 那我们来看一下铜和铅 铜是一个过渡性元素 对吧 但是它不是铁磁性的 这因为铜的电子结构啊 使得它的原子间的交换作用 不足以呢 使它电子的磁聚呢 有序排列 而过渡进入元素中 像铁孤和镍 它具有铁磁性的 是因为它们的电子结构 允许它们有为配对的电子 从而产生相对较大的磁性 当然了 不是所有的过渡金属 都是铁磁性的吗 刚才我们说铜和铅 就是非磁性的 就是因为它们的电子排布中呢 所有的电子都是配对的 没有为配对的电子 可以产生磁性 当然了 至于铁呢 它是一个主族元素了 它不是过渡金属 所以铁的所有电子 也都是配对的 因此呢 它也是非磁性的 所以目前的理论啊 不能是所有的过渡金属 或者主族的这个元素啊 产生铁磁性 这主要就取决于元素的电子结构 特别是最外层电子的配对状态 那除了这个铜和铅的单纸啊 不含铁链骨 当然了 这个铜的铅的化合物啊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发现出 表现出铁磁性的报道来 比如一直的一些情况 像纯的铜化合物 包括氧化铜啊 氢氧化铜啊 碳酸铜是吧 还有氯化铜 它们都不具有铁磁性 第二呢 是纯的铅化合物 比如像氧化铅 碳酸铅 硫酸铅 磷酸铅 都是顺磁性 或者无磁性的 那铜铅化合物 混合起来的啊 一些无极岩类的混合物 像氯化铜铅 哎 它的磁性主要来源呢 和铜的配位 环境啊 这有关 与铅无关 所以像一些 有机铜铅 复合物 那理论计算显示啊 在特定的 有机配体的环境下 可以是铜或铅的 电子结构的产生变化 诱导出 弱磁性来 当然呢 这还是假说啊 没有实验证据 总之到目前为止吧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呢 不含铁涅菇的铜铅化合物 可以表现出铁磁性来 如果呢 你你你 仰求你们国家的科学家 比如一个专业领域的博士 或者是院士 是吧 在高级点啊 说你拿铜和铅 再加上氧和磷 你帮我合成一个 铁磁性的物质 他会说这不可能 不信你问问这个 马克思普朗克物理化学研究所啊 他们也会说这不可能 不信你再问问Nature 是吧 Nature也会说这不可能 所以你看看 在LK99出现之前 就是掺杂的 千铃灰石这种技术出现之前 这种铁磁性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啊 一直关注 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毕竟超导啊 不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能碰到的 但是这个磁性 在我们生活中是随处可见 好吧 这就是这几天啊 关于韩国的网友 海星名言语所的视频 这个reaction啊 以及呢 关于铁磁性的介绍的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见 拜拜